我们要推广一下我们学校 所有大学 金泰熙 上个世纪整形女星第一名 金泰熙也是我们的校园 金泰熙啊 就是那个 金泰熙的老婆 对不对 对对对 他是那个所有大学出来的 也算是高学历 对对对 刚才回到那个 刚才水晶主播讲的那个考试院是不是 我真的印象很深刻 你自己做的亲身经验是怎么样 没错 刚才那个图片的确 离我们那个节目播了一样 我之前2011年 第一次去韩国的时候住那个地方 那时候住新村 然后因为退选的考试院的话 是不需要房租 它要类似短租期的 短租期的话你基本上不用付押金 一般的话比如在外面租房 付的押金也蛮贵的 韩国的 下次有就我们介绍 就是你付的押金至少 要先付大概500万韩币 折入台币大概16万 可是考试院不用 考试院就短租的 可是你说考试院会很便宜吗 可是没有 我记得我那时候价钱是一个月50万 我们除以35 大概台币要1万2 1万1 你说房间多大 真的就两瓶 可是很小 很小 然后你加微预设备要多5000韩币 开一串再多5000韩币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你旁边要有窗户的话 会多收5000韩币 要多收125块左右 然后你要有自己的小小厕所的话 又给你多收5000块 所以那房间是非常非常非常小 那种地方啊 你说为什么这么小呢 因为刚才有提到为什么叫考试院 因为那些住那些地方的 大部分白天都去哪边 普希邦 K书中心 普书馆有没有 他只不过是需要一个可以住的地方 所以才 所以就是怎样 就是租个小地方叫考试院嘛 平常白天都要外面活动有没有 那考试院是有个好处就是 有时候房东会准备一些泡面啊 或者一些泡菜在餐厅里面 类似亚房啊 可是比较麻烦是 其实考试院在韩国引起蛮大的争议是 因为那个是短租的东西嘛 你里面的房客比较复杂 因为你附了大概一个月就在里面住 所以里面有时候发生一些 比如说偷窃的啦 或者是一些凶杀案的也有 这其实都有 所以我会刚好那个 本天主播提到这个 我会刚好我们很多观众的年轻朋友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文化 就是说考前一定要去考试院念书啊 因为那你专心念书啊 那你专心念书 就是你白天就在外面念书啊 马上就找个地方睡觉而已 那地方就类似 那你过夜而已啦 过夜而已 所以韩国有部电影叫什么 他人及地狱来讲这地方 各位朋友看一下他人及地狱 所以考试院那个东西 真的我住一个月真的受不了 到最后就是 我那时候还付两个月的房租 那时候最后受不了 一个月左右说那房租我也不要 我就直接搬出去 那时候你后来在哪边坐啊 就是后来在哪边坐啊 就是租那个套房啊 就是在宁可再多花一些钱啊 因为老是这么小两瓶 因为住酒真的对整个人的精神啊 或者是真的没办法受不了 真的很小喔 真的很小 而且其实我记得我看了那个鬼怪啊 就是大家如果有看鬼怪的话 就是线上的粉丝朋友 如果有看鬼怪的话 就是金高恩在里面演的那个 就是他不是认识一堆鬼朋友吗 那鬼朋友里面大家如果有记得 就是他好像有一幕就是说 他希望就是妈妈去帮他 那个应该就是考试院 就是他升学压力实在太大了 然后最后他选择亲身 然后他不是去那个冰箱里面吧 就是怕妈妈伤心 然后就是希望就是金高恩 我们去把这个东西填满 我不知道庆德兄弟就是这一幕 对对对 也是有 那个应该就是他就是受不了压力 就是就轻身了 因为会住考试院的人 因为我们知道考试院在首尔比较多嘛 很多从釜山啊 或者是比如说大邱大庭 那为了考进好的学校 所以只能就是都往那类似 往那个首尔那边集中嘛 首都 因为首都有什么 补习班也比较好 志愿也比较多 所以他们要找的地方 当然就是上来的时候 找最便宜的考试院 所以那边很多理想背景 发生的事情也有 所以真的蛮辛苦的 而且就是我个人觉得像是 那个就是怎么讲 就是说他们到高三 除了参加晚自习之外 就是像我自己就是在 我们在台湾就是只有晚自习 然后补习班 我们应该不会去这种考试院 顶多K书中心也蛮舒服的吧 我个人觉得 对他们最主要的 会选择到地方 就主要是专心念书 就让你早上起来就是念书 晚上就有个地方 可以躺平这样子 对吧 好学 所以应该这样讲 他们我有一个统计数字 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南韩的高中生 平均的睡眠 睡眠啊 时数就是5.5个小时 那基本上呢 他们去这个哈广私人补习班之外呢 他们就是要咬紧牙关 其实有时候是 父母亲给的压力啦 我觉得 因为他们就觉得 同学过很竞争 然后要考名校的名思 然后放榜之后的亲身潮 听说男孩也是非常非常的高 而且重点是 就是非名校不可 就算每年有几十万的 那个重考考生要重考 重考还是要进考试院 就是我考不上这个名校 我下一个年度 我还要再进这个考试院 是不是有这样的现象 的确有 如果真的要举比较实际的例子 在首尔 如果各位观众们搜寻一下 它有一个考试村 不是考试院 它有一个考试村 叫Rotukori 在我们学校附近 那地方全部都是考生 比如说你要考律师 考公务人员 重考生全部都集中 在我们学校附近 一个叫Rotukori的地方 那边全部都是考试院 他们白天就去KC中心补习班 晚上的话就回去那边睡 所以那边其实 也发生很多事情 也发生很多事情 所以刚才水晶主播讲的 的确没事 韩国人为了考试 为了能够把他们阶级 出身改变 其实他们考试补习这方面 下了非常非常大的心力 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个 其实蛮辛苦的 社会的确要重视这样的问题 其实我大概在十多年前 就是收尾还是叫汉城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 我是跑教育线的记者 然后我当时就有去 那时候收尾大学 应该叫汉城大学吧 应该我印象中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有去 因为我跟教育部去嘛 那时候其实我去参观 他们的哈广 就是他们的补习班 我想说天哪 他们的韩国升学 真的是人挤人 真的是很恐怖 而且是四五点一到就整个冲 十多年前就是这样子 就是他们四点多 就已经进补习班 像我们可能进补习班 可能就是高中生 大概五六点嘛 那时候我去拍那个画面 我心想说怎么这么的夸张啊 好 这个可能是父母亲给的压力 其实难看就是希望说 你考上了个好大学 以后就可以进行一个好的职业 真的是这样子吗 真的是这样子吗 我们不晓得 但是我们待会请庆德鑫 先下线一下下 因为我们要进下一趴 下一趴还会再请到你 我们请庆德鑫先下线一下下 我们要再讲下一个阶段的部分 下一个阶段呢 我们要讲的部分就是 其实我们刚刚有提到了 其实南韩竞争这么激烈 其实在大陆呢 其实的这个教改呢 都已经在改变咯 你怎么说呢 大陆呢 现在教改这番旗 他们实施了一个叫做双减政策 他们希望能创造所谓的 公平减低的贫富差距 也就是说大陆也是一个 之前在上海或者是北京 也是念书念到 就是非常竞争激烈的一个地方 但是呢 他们现在觉得说 因为每年平均哦 大家有个数字跟大家讲一下 这时候提到就是说 每年平均要支付12万人民币 超过新台币50万的 体制外的补习费用 而北京上海呢 更是达到30万元人民币 已经超过了一个一般工薪 一般工薪家庭一年的收入了 一年的收入哦 等于是说上海跟北京 一般这些城市啊 他们为了要补习 已经超过了这个一个家庭的 一年的收入的这个费用了 那中国大陆现在觉得说 哎这样不行啊 双减政策就实施下去 他们希望就是说 回归到正常的教育教改制度 怎么说呢 因为他们希望说 这个结果再下去的话 下一个时代会更平步不均 而且会压造到大陆内地 所谓的中产阶级 那他们也希望说呢 大陆的这个双减政策呢 能够让优秀的学科和才艺师资 回归正规的体制内 也就是说 补习文化不要这么的多 然后不要让学生这么的辛苦 让他们有才艺的有才艺 就有学科的 厉害的有学科 补习的这个压力 不要再那么那么大 省下来的时间 去补习班 然后呢让大家都还 这些大陆的孩子 都如果一直依靠这个补习班 造成不公平的现象 他觉得其实 大陆现在是反而是觉得说 欧洲的制度 或许是可以学习一下 因为欧洲其实补习 没有那么严重 应该大家要知道 欧洲是比较就是开放的 那所以呢 大陆教改这排期 其实都已经在改变咯 但是南韩呢 只能跟大家讲 刚刚我说了这个 做四万五啊 如果呢 在他们来说呢 他们真的竞争太阶 竞争实在太强了 每天睡四个小时 我是当然有这样子过啦 但是我的朋友就是 考上首尔大学的朋友 跟我讲说 真的是每天要睡四到五个小时 你才考得上首尔大学 好 接下来要讲的议题呢 可是你进了首尔大学又怎么样了呢 这一个考不完的事 你知道吗 在南韩一毕业就等于失业 为什么呢 刚刚讲到了考试院 那刚刚成绩的教授 也讲到了考试春 考试春呢就是为了让这个 所谓的毕业的学生在重考之外呢 他们要去考一些工职 而且呢他们会考考考考考 考到三十岁四十岁都有可能 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还有呢我要跟大家讲一下 这一部分呢大家如果你有看 请回答1988这部韩剧 记不记得保拉 她是考上韩国的首尔大学哦 但是她已经考上首尔大学了 竟然还要进考试院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我真的有点替他们南韩人 有点悲哀就是 我的青春萧鸟一样不回来 好啦那个水晶主播有一点走音 可是真的是我的青春 我下的这个注解真的是 我的青春萧鸟一样不回来 因为他们从高中开始 到所谓的三十岁 都一直在考试耶 我觉得是一个考试的大龙奴 你知道吗 他们在请回答1998的这个保拉 她考上这个首尔大学之后 她为了要力争上游 还清债务 她就是要考公务员 那公务员就必须进考试 然后你进了 你已经考上首尔大学 你还要继续考 考考考 那你知道吗 对他们来说 一毕业就等于失业 考完大学 我要跟大家讲 根据这个统计 韩国企业正是新入职的 这个男性员工 你知道是几岁吗 我们可能一毕业 像我一毕业22岁就去工作了嘛 对不对 不管怎么样 不管你是什么学校 除非你要继续考硕士 或什么之类的 大学毕业 他们新进 韩国企业正式新入职的男员工 平均年龄是29.2岁 等于接近30岁 他才开始工作 女性员工稍微少一点点 大概27.9 大概28岁 他们才开始工作 这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 换句话说 等于是说 韩国大学 你就算考上SKY好了 这个首尔大学 这几个学校 其实他们就变成了什么 你知道吗 他们在韩国叫做就业准备生 准备生呢 就要进所谓的考试村 然后呢 你知道吗 除了考试村之外呢 还有考试院 就是考试院呢 就是让他们继续准备的 就业准备生的地方 你知道吗 在韩国有百万的NIT组 为了要蒸饭碗 考试院之外 还有考试村 考试院是给 这个我们刚刚说的啊 这个念书的人使用的 然后呢 考试村呢 要介绍考试村 大家觉得 嗯 我们以前不是都是在 K书中心念就好了吗 或是找个安静的咖啡厅 念就好了吗 哎 拜托 说他们呢 这个考试院究竟是如何 然后呢 这个考试村 究竟又是如何呢 我们再连线给这个 所谓的 在韩国有十年 而且就读经验的 陈敬德陈教授 来为我们就是分享一下下 那个水晶主播让我换起我 有让我换起我在韩国的经验 那的确 刚才水晶主播讲的 99.9%都认同 真的 刚才提到念完所有大学之后 然后呢 因为我们知道嘛 那个好学校出来最重要是什么 就是要找工作 糊口放吃 有没有 刚才提到考试院 有没有 其实韩国人多会考试啊 他们毕业之后要去公司 就是面试的时候 大家都首尔大学出来的 大家都高业大学出来的 他说看你什么东西啊 英文成绩有没有 那我们知道 其实韩国人很喜欢考试 学英文 然后如果有观众的话知道 应该很多观众 考到所谓多亿 多亿是不是有分等级 什么绿色证照啊 金色证照有没有 有些有800到900 是金色证照 他们无论如何 我认识一个妹妹 每个月都要考多亿 为什么 因为他一定要考到黄金证照 因为每个去都是 一定要每个月在考多亿哦 所以各位观众可以想想看 你甚至考英文什么时候 我那个美妹 韩国美妹 每个月都要考多亿 我说奇怪你是考三亿还是怎样 她说没办法 一定要考到金色的 网友们不知道觉得怎么样 因为可能我们现在线上的网友 应该会觉得说 考多亿就是 我记得我上次要去英文补习班 要考多亿的时候 我大概上了三个月的补习班 我就拜拜了 就觉得好难哦 不想考了这样子 可以沟通就好了 如果说他们一定 一定要举到那个黄金证照 就是因为认为所有人面试 都是黄金色的 为什么只是绿色的 马上就被刷下去 东西是吗 所以这个观众还可以指示一下 如果要选英文的话 你看一下我们台湾翻译英文考试的一些书 比如多亿啊 托福 很多都是韩国人写的哦 也就是说韩国人啊 考英文的技术 先不管他们英文讲怎么样 他们考英文的技术真的非常非常厉害 我曾经有去就是去他们英文补习班参访过 他们真的解题速度真的很厉害哦 你光是看到题目就知道答案 我说他们真的有一个统计的素质 所以他们韩国人真的很会考试啊 他现在除了考英文之外要所谓的什么 考我们中文也没有汉语也没有 所以去学汉语的也蛮多的 我刚才提到啊 你受大学毕业之后 你要嘛家里有比较有钱 直接送你到哪边去美国啊 或者是非力比较便宜的 非力比较便宜的 学英文也没有 所以他们韩国人为了在他们国家工作 现在社会真的是还蛮辛苦的 就是你要增强自己的外语能力 我们的真的是贫富差距很大 像我们看那个爱的迫降里面 爱的迫降里面就是送到 送到可能瑞士去念书这样子 对啊 搞不好还整形的也有了 像我问一下就是说 就是在所谓的他们 为什么会就是一毕业就失业 然后就是要进考试院 然后去考这些工职 然后甚至有什么百万的 很逆的出现啊 的确啊 其实这也是全球的 我们台湾也一样嘛 因为韩国也一样 大学 就基本上现在大学的学历 基本上已经变成是一个最基本的学历 所以刚才水星主播提到 为什么他们韩国男生 29.20岁才第一个找工作 女生27岁 因为一般来说什么 因为大学是最简单的 所以他们有的会怎样 去考研究所 当完兵之后去考研究所也很多 因为他们希望以别人多一些优势 不论是外部 或者是研究所学历 对他们都是有加分的 有些人是为了逃避现实 反正我家里有钱可以提供我 多念书的话就继续往上念 有些人是这样逃避的 所以我还是回答那个议题 就是说其实韩国人 他们还是最根本的思想是认为 考试好的学校进入好公司 可以翻总他们整个的命运 所以他们还是从某条来讲 还是限于这样的宁朝里面 好 我这边有个数字哦 就是南韩15到29岁的 双失青年呢 就是失业率啊 双失青年被称为NIT族 也就是说 这是成军管大学 我们刚刚提到的 就是很多明星出的 这个成军管大学的调查 他说全南韩的NIT族 已经超过100万人 就等于是说 在整体的青年人口当中啊 大学毕业生的NIT率 达到官方失业率的3.1倍哦 而且是冠决OECD的国家 这些NIT族当中 甚至是有来自精英学府的 头等毕业生 他们想要就是去考 这个所谓的三星啊 LG啊或者是SK啊 或者是现代 但是呢 耗费非常多的时间 比如说像为了大企业考试 他们甚至要去考 三星的什么SSAT 或者是现代的HMAT备战 所以甚至出现了 三星补习班这样子的 这个现象 你知道吗 成功率只有5% 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 很特别的现象啊 没错啊 那当然我们除了所有学历 外语能力之外 其实很多刚才提到什么 就业的准备生有没有 就刚才提到的确有三星补习班 还有所谓的 他们三星补习班 简单来说 就是所谓的面试准备班 他比如说 比如说教导你怎么 三星的体质怎么样 你要怎么回答 所谓的猪口环的问题啊 甚至还要比如说 你的外貌要改一下 比如说你这可能太瘦太盼了 韩国的整形 也是有也是有 韩国很多是很多整 各位观众知道吗 韩国为什么学这么多整 也是有为了面试 对啊 因为外表是最基本的 第一眼的印象嘛 所以他们也是有所谓的 为了面试有去割双眼皮的啊 整形的其实也是有 所以他们为了找到一位好工作啊 其实花费的心力其实真的蛮大 当然里面准备时间就比较短 对啊 而且其实好像就是说 有那种考试让人啊 这边有一个例子蛮特别的 就是说三十而立 三十而立的都还没有就业的 在韩国是非常正常的 他说他是南韩人口中的考试让人 他就是要考什么呢 考警队为目标 苦战了三年多次在这个考试村重考 屡战屡败啊 结果大好的青春都在这个考试院 考试卷当中就是一直浪费了 我在想说他们不会想到说 我会考到考上为止吧 为什么三十而立的这个年纪的 还没有就业他们不会觉得说是一个 就是很奇怪的现象呢 这个其实我们说社会一簧接着一簧 其实我们可以 这个还衍生出一个问题 其实韩国很多的约聘工有没有 今天也许可以容易找到工作 可是没有保障 今天老板要FIRE 因为你是议会用的劳工有没有 我约聘你 所以是可以FIRE 所以韩国跟我们调话也一样 希望找个比较稳定的工作有没有 所以他们其实为什么这么希望 这么努力的考试 是希望找一个稳定的工作 比如刚才提到那个喜欢考警察 想要当警官的有没有 或者是公务人员其实也蛮多 所以我们可以提到 我可以再说比如说 我们上礼拜讲到文在寅有没有 那时候竞选 他提供80万的所谓的公务人员的位置 给一些年轻人有没有 这也成为他的政见之一有没有 所以韩国人为了考试啊 为了找到一份好工作 其实牺牲了非常多 比如说刚才提到的他的青春有没有 这会衍生出什么东西呢 他们很流行向亲 我的警察肖尿意要不回来 所以向亲 对这是蛮好听的 他们为了结婚就是向亲 也是因为为了找工作 而牺牲了什么 去谈恋爱的时间 向完情之后没有感情 三个月四个月就结婚 他已经造出很多一些问题 比如说不冷的啦 韩国人还蛮早婚的耶 其实应该这样子 可是他们这婚有这么晚的工作 像我们在台湾不大可能嘛 因为台湾如果线上的朋友 如果知道 你可以留言一下 你是大概什么时候 一毕业就几岁开始工作 可以留言一下在下方 那韩国人是30岁以后 可能我这边要讲一个就是 有一些像没有办法考上三星啊 成绩没那么好的 或者是现代的 那他们就去考公务员 或中小企业普通购物员 可是公务员也是 这等于是说也是 真的是很难考 因为考到老了 公务员每年30万人 这边有个数字 30万人争1万个职位 全韩国33.5%的 15岁到24岁 青少年进入的这个国家机关 每年约30万人 要争夺1万个职位耶 所以是不是要考很久啊 对 就补习啊 然后比如说牺牲自己的青春啊 这我们刚才都有提到 韩国为了找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作 也许你18岁考上好的学校 可是等你22岁毕业之后 又是另外一个考试阶段的开始 你可能要进入所谓的考试院啊 准备你的律师啊 公务人员啊 或者你考研究所也许都有 所以韩国人的考试啊 真的 我都觉得他们说 我有说 真的会不会考到怀疑人生啊 真的是怀疑人生 那我现在要先给大家看一下一个画面 庆德兄先看一下这个画面 这画面呢是那个 就是他们的那个读书阁的样子 每一格都有这个布连遮挡遮挡 不过让我们给切一下画面 给那个就是观众朋友看一下下好不好 给大家看一下 有布连的这个画面 布连 对 大家有看到就是 他那个用木板隔间的 这个布连的画面 应该不是这个可以再切一下吗 这是考试院的 这是考试院的 布连的画面 导播可以再帮我切一下吗 不是这个 好 没关系 我这边有图给大家看一下下 来 等我一下下 因为可能没有切到那个布连的画面 好 大概是这个样子 大家看得到吗 有吧 类似K出中心的地方 对对对 有布连嘛 隔起来 然后还有一个是 这个 这个我觉得超特别的耶 嗯 是不是 这个 这个可以念书吗 我觉得旁边有人 而且 这个读书阁用木板隔的 我觉得我会不专心啊 嗯哼 嗯哼 对 大家有看到这个 这蛮特别的 然后这样的住宿房 这为什么会有这样的 这种地方出现啊 我觉得这样其实不会专心耶 这其实类似K书中心啊 就是他主要给你一个小小的 类似研究 就是一个桌子 类似K书啊 可是说 可是我看到这个画面 我在想到 其实我跟那个各位观众 要水晶主播分享的是 你这种东西可能要去专门的 什么K书中心 看得到有没有 可是各位观众只要去韩国咖啡厅 那这非常非常特殊 韩国咖啡厅没有人聊天的 尤其在学校附近咖啡厅 为什么 那变成一个K书中心 每个人都戴耳机 然后看那个什么 notebook 因为在听什么 这是线上的上课 所以韩国咖啡厅也会形成这样的状态 就是每个人都点一杯咖啡 坐一个下午 就专门在那边看书 然后就基本上在韩国咖啡厅很少聊天 只要在里面聊天啊 搞不好有些学生还会瞪 这边就是我们来K书的啊 为什么你来那个来这边聊天也是有 所以刚才那个 是比较专业的 专门提供给要准备考试的人 他就给你一个小小的东西 小小的一个房间有没有 布脸可以遮住 然后就在里面看你要K书 还怎样之类的都有 所以他说是一个准备考试的地方 那也是一个韩国特有的 算是一个特殊文化吧 我觉得 我觉得蛮奇特的 真的 真的 因为如果在那边 我就觉得怪怪的 旁边的人是谁这样子 对 好 另外一个呢 还有更特别的 我要跟大家讲 除了这个考试春跟私营读书室 如果你有看天空之城 还有赤月清日这两部韩剧的话 都有出现一个很特别的 家用读书房 而且重点是 一个要六万八台币 再加K书用的K书房 在韩国竟然卖翻天 这个有啦这个有这个有这个有这个 那我知道 这个卖6.8万 而且是在家里把你锁起来 把你锁起来你知道吗 对然后 这个 这真的很扯 然后还有你看 他就这么小在家里 然后 然后妈妈把你就是 就是他就是放在家里面的一个小房间 然后把你锁起来 我觉得有点多此一举你知道吗 然后就是里面就只有 你看 这是天空 应该是天空之城里面的画面 给大家看一下 天空之城里面的画面 它就是一个房子 木头的房子 然后6.8万卖到翻掉 然后有些好像 我有听到一个新闻是说 因为住这个房子 有人因此就会 连妈妈都会管说 你上厕所的时间啊 因为他要反锁你的门嘛 让你就是专心念书 怎么会这样子啊 我觉得这真的有点夸张 好像有好像有一个新闻是说 就是把它关起来 然后后来他受不了 就轻生的这个状况 我看到这个房间 其实感触蛮多的 当然我第一个先说 买了起这种什么 那个读书的小房间 大部分都是有钱人家 为什么 这不是那个房间 不是随便便 就几个板子把它盯起来 没有 它里面还有一些比如 它是个听说 已经7年的家具 对啊 而且它里面会模拟 模拟考场的那个设计 有时候它里面有些音效 比如说什么 有人在讲话声音 里面有些音效 你完全适应考场 因为我们同学也知道 考试的时候 有没有 旁边有打个喷嚏 或者是什么 那个人家写字声音 比较大声 或者什么 那个跺脚声音 里面要有模拟出这样的音效 所以它专门就是 为了让你模拟什么 比如说里面的位置 或者甚至什么 那个考试的答 就是那个写的桌子 跟你去现场考试 那座位大小都一样 对啊 所以它其实是模拟里面 考场一个环境 所以那个也其实卖得蛮好的 大部分买了起都是一些 上等就是上流社会 有钱人就在 那个就是天空制成里面的一个剧情 里面当中的有钱 对 没错 我真的觉得是逼死人耶 你就明明就有一个读书房 你就有一个书房了 你干嘛还要把人家锁起来啊 就是强迫在里面练习啊 强迫在里面练习 那你实战就像练习 练习就像实战 要是你会接受吗 现在没办法 如果你的父母亲买一个 你会接受吗 网友们你会接受 你的父母亲买一个 6万8的这个家具给你念书 你会接受吗 可以在下方留言 你会接受吗 我18岁就 爸爸叫我做什么做什么 我没办法 你会接受我没办法 我一定会逃出去 好啦 我觉得韩国的这个 各式各样从考试院考试村 考考考考考不完 甚至到出现这种特别的家具 真的是蛮特别 今天也谢谢这个 韩国文化研究者 也是我们的这个滕小兽 来我们线上 那我们要继续下一个话题咯 阿妞 下个礼拜见 这个礼拜见 对对对 跟范 跟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